香港之所以成為很多人嚮往的地方 或者說香港市民引以為傲的地方就在於 香港一直有完善的法治環境 在英國治理的時候 香港雖然沒有建立民主制度 當然這個沒有建立民主制度 是和中共當局的壓力有關係的 但是香港有令大陸人羡慕的自由 就像剛才桑姆律師說的 這個自由是香港市民一直就有的 它不是中共賜予的 而這次中共的修改條例 實際上已經威脅到了香港市民的自由 這個坦白地講 已經觸及到了香港民眾所有人 繼續存在的底線 那就是說你能不能作為一個自由人來存在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情況下 它不是說威脅到某一個人 而是威脅到所有人的安全 威脅到了整個香港的前途 就這種情況下可以考慮 所以越是精英群體 他們實際上他們的危機感會越嚴重 所以就這點來說 這個送中條例的威脅 它要比那個香港的那個 爭自由爭普選那個情況要嚴重得多 我們知道香港能夠成為國際上的商業和金融中心 和香港良好的法治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那麼一旦送中 那麼香港的法治基礎就會受到損傷 就這麼來看的話 那麼不僅大批的精英會被迫離開香港 還有更多的外國企業外國公司 他們也被迫離開香港 這也就意味著香港的繁榮不負存在